今天我们开展的项目是 羊毛行为长度检测 项目任务 某公司新进一批羊毛条 要求测试这批毛条的长度 并策略检测报告 工作要求 一、在学习查阅相关资料和标准的基础上 采用分组讨论的方式 制定计划写出方案 二、以小组为待会 在实训时 用输片法测定羊毛行为的长度 三、安全官方的使用仪器 做好实验室的清洁整理 四、完成检测报告 这是要点 细度相同的羊毛 羊毛显微长 就可以仿高支杀 当杀的细度一定时 显微的长 仿出的杀 强度高 调杆好 但调低 羊毛显微长度可以分为自然长度和生质长度 模仿生财中都采用生质长度 羊毛的长度指标有两种 一种是集中性指标 另一种是离山性指标 本任务采用输片色羊毛长度分析仪 求出羊毛显微长度的各项指标 根本、硬指、毛条 测试标准 标准引用 Gb-T6501-2006 羊毛显微长度、试验方法、输片法 三、操作步骤 一、是释验准备 按标准规定的方法抽取三根毛条 每根约三、五十厘米做实验 放一样 先将两到三根毛条 用双手各持一端 轻加杖略 平着地放在第一台输片以上 毛条一端露出仪器外约十到十五厘米 每根毛条 用压叉压落下酥片之内 使针尖入措两毫米即可 宽度小于显微加持的宽度 显微放入下酥片内时 应静烈式显微平行升折 平干滅 高摯速度小于显微平行升折 幻等会扮订阅 上唯身ぐ初公断 出品 有スマート 三,加去,将露出酥片的毛条用手轻轻拉去,离第一下酥片五毫米处用显微加质加去显微,使毛条端部与第一下酥片平齐,然后将第一酥片放下,用显微加质将毛条显微加住,并从下酥片中缓缓拉搓。 用浴缩片从根部开始梳理两次,去除油里显微,每根毛条加去三次,每次加去长度为三毫米。 将梳理后的显微转移到第二台酥片以上,用主手轻轻加持显微,防止显微扑散,并保持显微停泽。 显微加持前口,靠近第二酥片。用压叉将毛条压入蒸内,并缓缓向前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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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毛素间断与地下素片的针耐车平齐三根毛条继续加取素4 在第二台素片以上的毛素宽度在10厘米左右 重量在2.0到2.5克时停止加取 再次准备一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分钟 四分足取样并称重 在第二台酥片以上 先加上一把下酥片 再加上五把上酥片 将酥片仪前转180度 然后足够降入酥片 直到最长酥片露出维持 用酱毛前加取隔住酥片 并依次放入精索盆 落入酥片价格 混合入酥片价格 准备 到最长的后继续 下酥片价格 放入精索盆 切成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个短纤维要收起来 是最后一组的相当于是 把书片整理好 下一步就去撑 然后作业用偏品称重 精确到0.001克 然后再放入冰箱 秤中完以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数据处理 和分析 我们要计算以下六个长度 一 这辆加权平均长度 二 加权主体长度 三 加权主体基数 四 长度标准差和变异系数 五 短毛列 六 八部长度和豪特长度 这是这辆加权平均长度的计算公式 这是加权主体长度的计算公式 这是加权主体基数的计算公式 这是长度标准差和变异系数的计算公式 这是短毛列的计算公式 这是八部长度的计算公式 这是豪特长度的计算公式 通过以上处理 我们把测试的数据 填入表内 就完成了本次 数据的测令 要注意四个问题 在书片仪的下书片内放置显微时 应净列式显微 瓶颈 深则 二 在整理事项时 尽量不丢显微 以免影响试验结果 三 预书片上的显微 应取下整理后 重新放入下书片内 四 加取各度显微时 加毛钱不要碰撞书针 要顺着加取 不要偏斜 因此加取量不已过多 本次测试到此结束